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卡路里兄弟 我今天给大家试驾一下奇亚的师伯拓戒 也就是Sportage 我的同事雨滴猴之前 大概在成都奢展之前 给大家拍过了一个非常详细的静态方面的体验视频 所以今天我也就不再给大家多赘述静态方面的感受了 今天主要还是集中在动态驾驶的方面 首先是动力方面 那么师伯拓戒一共是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动力 1.5T 2.0T和2.0的混动 我今天试驾的是一个2.0T的版本 而且它是一个四驱的车型 这台发动机最大功率236马力 峰值扭矩353牛米 官方公布它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是7.8秒 那么今天我实际感受下来 这台车它在市区的普通道路 包括市郊的这种快速路上 这个动力的表现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绝对可以满足你的日常的使用 但是跟它匹配的这个8AT的变速箱 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了 这台变速箱我感觉它的标定罗介 有点过于偏向燃油经济性了 会非常频繁的把档位给你 以最快的速度升到很高 然后把转速维持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准 大概也就日常也就1000多转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让你在需要加速超车的时候 它的变速箱需要先反应一下 然后再降个档 然后车再往前走 所以就会给你一种这个车 不是特别跟脚的一种感觉 即便是你把驾驶模式调到了运动 它其实也还是会比较频繁的把档位升到很高 所以这个感受并不是很好 我今天开下来让我个人最舒服的一种搭配模式 就是我会把这个驾驶的模式放到运动 然后来用拨片进行手动换挡 因为这个时候它在运动模式的时候 这个拨片换挡它是不会自动切换回到D挡了 在舒适模式下 你拨片拨完之后 它很快就会自动再切换回D挡 这是今天我感觉下来最适合我的一个搭配的方式 另外这台车它还配备了一个模拟声浪的功能 在运动模式下 它的声浪会比在舒适模式下来得更加的浑厚动听一点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开下来 一直在基本上大多数之后都一直在用的一个模式 在其他方面 底翻悬架这台车 它的整体性和厚重感做的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悬架会给你保留那么一点点的路感 让你能够感觉到路面上的一些起伏什么之类的 但是对于小振动的过滤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我们今天也在安吉天池的这个山路上 进行了一些稍微激烈一点的驾驶 它这个悬架对于车辆的支撑性做的也是挺不错的 所以这台车的底盘悬架还是挺符合这台车的一个定位的 舒适之中带着一点点的支撑运动和高级 另外的转向的手感它不会那么轻也不会那么假 总体转动起来的感受还是挺舒服的 但是刹车的脚感需要稍微试一下 我总觉得它的这个刹车踏板的力度 跟制动力的释放有点不太匹配 也不够线性 需要稍微的摸索一下 所以总体感觉下来这台车在动态驾驶方面 除了变速箱以及刹车踏板的脚感之外 其他的做的还都是挺不错的 相比于它的竞争最少像日系的CRV 荣芳等等这些车包括德系的探阅 综合它的配置以及驾驶感受来说 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包括这台车它还有一个非常全套的L2的驾驶辅助的系统 主动的车道保持ACC的自信循航 那这些功能还是会给你在日常驾驶的时候提升一定的主动安全性 包括它还有打了转向灯之后 仪表盘上的这个车速表以及转速表 会自动切换到向后的摄像头 方便你去观察后方看不到的盲区 所以如果让你在这台奇亚的施波拓件和它的竞争对手 日系的也好德系的也好 这些车型之间做选择 你会选择这台综合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施波拓件吗 好吧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卡路律兄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